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这七个年轻人看到了这种场面都选择了不管不问 他们非常害怕自己会因此有少麻烦 接着他们继续一路向前 但是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几个人没有办法只能一起步行前进 他们走进了一个服务区分开查探了一下那里 发现这个服务区里除了他们以外并没有其他人 这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开始遇到了一些诡异的事情 这使他们感觉到了一丝的恐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恐慌渐渐平息 并且在这个自由的服务区里尽情的释放自己 其中一个叫豆豆的女孩因为输了游戏 被惩罚一个人去对面的服务区拍照片 正当豆豆全心拍照时 所有的灯在突然之间全灭了 被吓着了的豆豆躲进了一个开水房 他给自己的同伴打电话却是无法接通 透过玻璃门 他看见了一个又一个的手印 还有流动的红色液体 这时候的其他人依然在玩着游戏 其中一位富二代扔出了一叠钱 让一个叫小唐的人去买酒 去买酒的小唐看着空无一人的超市起了贪念 他把超市的钱都拿了 还不满足 而且跑到了白天出事的地方 把那个女司机的钱也设法转走了 当小唐想要离开超市时 门却突然关上 一个不知名的物体 把他逼到了厕所的角落里 透过手机摄像头 他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向他袭来 等着小唐拿酒回去的其他人 发现他一直都没有回去 也开始担心起来 其中的小雪和阿庄一起出来找他 而待在房子里的富二代 收到了小唐发来的照片 照片里是小唐出事前的那个厕所 留在房子里的三个人 因此产生了分歧 富二代和小娇决定出去约会 而留下一个叫小梅的女孩 不管自己一个人待在房子里 就出去找小雪和阿庄了 小雪、阿庄和小梅三个人会合后 也终于找到了豆豆 这时的豆豆被装在了一个箱子里 而且已经死了 这样的场景吓得他们三个人 开始疯狂逃窜 但门把小梅挂住了 并且被拖进了房子里 小雪和阿庄还是丢下了他 赶紧自己逃命了 就到他们逃跑的过程中 小娇也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小唐 这时候的小梅被白布裹了起来 白布慢慢渗出了条条血迹 活下来的四个人聚在了一起 却又发生了分歧 阿庄决定杀死其他三个人 但自己却被他们关进了厨房里 女鬼还是找上了阿庄 并且杀掉了他 小娇和富二代还有小雪计划坐车逃跑 关键时刻小娇把小雪打晕了 因为她收到了一张女鬼发给她的照片 照片里显示会在哪个地点留下一个人 她不希望富二代更不希望自己死掉 小娇和富二代逃了出来 到了荒野里 富二代丢下了小娇自己跑了 富二代跑到了高速上拦了一辆车 却没想到是小雪开的车停在了她的身旁 行进途中车好像撞到了什么 小雪下车查看 富二代却看到了窗外的女鬼 急忙开了车就跑 但她开到半路 车子又抛锚了 这时一只手慢慢的伸向她的脖子 故事的最后 小雪慢慢的走在路上 看到了前方的女鬼 她拨开了女鬼的头发 却发现这个女鬼就是自己的模样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的梦境 现实是 在梦里被杀害的那几个年轻人 看到她出了车祸 不仅没有离她而去 反而救了她 因为她从小就受到了太多的欺负 导致她对这个世界有了怨恨 才会使得她这样 这个世界虽然存在着一些丑恶与不公 但是善良的光芒 也一直没有被黑暗遮挡 有时候我们可以试着相信这个世界 也许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需获取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请微信搜索公众号 夜晚三点半 回复电影名称即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